这是对波球的一次非常严重的犯规 站起来后的波球目露凶光 而接下了三分钟里之后 日本选手将会承受这样的对待 真是这场比赛 让全世界开始发现泰国出现之后 有着连压整个踢拳界 拥有铁腿干系的22岁泰国少年 实际是2004年日本K1ROMAX半决赛 此时的波球还没被全世界认识 但他首次参加K1就过关掌将 打进8人赛来的半决赛 而且第一场比赛就已经靠着 恐怖的鞭腿顶吸震撼了K1观众 但这场半决赛他却并不是被看好的一位 因为他的对手小比泪卷贵姿 可是当时K1日本占了完整 曾经KO过日本时尚最强踢拳手磨砂斗 而那一次KO也是磨砂斗职业生涯 唯一被KO的比赛 更重要的是小比泪卷同样是以腿法顶吸闻名 他的比赛同样能把对手掠成狗 因此对于现场观众来说 他们都认为决赛肯定是磨砂斗和小比泪卷的巅峰对决了 从开打前双方的眼神可以看出 当时的波球还是带着些谦卑羞涩的 而小比泪卷已经是一副要把你迅速KO挺进决赛的眼神了 比赛开场后波球就主动采取压迫式的步伐 他紧逼小比泪卷 然后打出最擅长的腿法 此时双方还是有来有往的对攻 比较可奇 两人都没有占据绝对优势 然而接下来小比泪卷的恶意方 就直接惹入波球了 他站起身后波球的延伸已经完全变了 他知道是时候要让这位兄弟在全场日本观众面前丢脸了 从这之后波球开始了密集的低扫全力进攻对方小腿 进攻的强度也突然暴涨两三个等级 短短30秒时间就被摔倒四次 小比泪卷节奏全被打乱 面对完全变得个人的波球 明显他解决10秒的时间他已经慌了 面前这个对手根本就不怕被打 只想把自己生吞活泼 而小比泪卷也真的很坚韧 即使被第六次打倒后还是顽强站起来 但再次起来的他也只能继续面对波球更加松门的一波烂潮式进攻 这时小比泪卷只是一个让波球随意进攻的沙发而已 不过幸运的是第一回合终身就回了小比泪卷 第二回合回了一点血的小比泪卷 虽然勇敢的跟波球进行了一次对攻 但波球都已经进入这种模式了 怎么可能挡得住 唯一能做的也只有一起欣赏波球最后的表演吧 被KO后的小比泪卷连站起身都困扰 只能坐着接受波球的拥抱 这就是巅峰的波球 不管多强大对手 在他面前都像是一位二流选手一样沦为背景 而当年挺进决赛波球也没有停下脚步 面对当时K1最强日本选手摩沙斗 依然完胜 获得人真第一座K1世界王者奖座 这次居如格斗 格斗可像电影一样优雅 刘洛 2 3 3 4